民进党你在怎么嘴 你侧翼在怎么嘴 那些网红王绿在怎么嘴 人家马英九是在大陆的土地上 讲说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人 还要怎么被矮化 反观猜文 你在所有民进党的那些绿区的包围之下 你在自己的国家怎么没很独立 到底是谁矮化了谁 你认同我打三好不好 马英九在路宣誓台湾大陆都属于中华民国 其实马英九他也不是说他要宣誓主权 我觉得都没有 他就是讲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历史上的一个轨迹而已 那就很多网友说很有价值 终于有人敢说出事实了 对啊我觉得马英九真的是 不要再说他软弱 从今天开始不许你们说马英九软弱 你认同我打1好不好 从今天马英九不是软弱 他过来都乞乞起来 你认同我打 叮 就像吃了我们的 比拳黑猴马卡一样 还可以直接业配 从此之后马英九跟软弱无能扯不上关系 无能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美国演讲被取消 大老远的 花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飞到美国去 他重点就是什么 我们讲明白点就是寻求美国的资源 然后美国的市长也见不到 美国的议员也见不到 连干爹都无法叫 蔡英文丢脸的打4好不好 马英九和平之旅 蔡英文丢脸之旅 你认同打6好不好 马英九去的目的就很简单 大家把话讲清楚 台湾就是被民进党困在台湾岛里面 每天的洗脑 每天的洗脑 结果人家马英九走出去的时候 才知道说 其实两岸是可以好好讲的 人家还是卸任的 你现任现在在干什么 飞到美国 美国爸爸 那些人都不太想见他 丢脸之旅 马英九说等一下等一下 他本来已经讲完了 马英九可能说等一下等一下 因为那些民进党在垃圾 一直点名我要讲什么 他点名我说什么 讲了民国 讲了前总统 讲了中华民国又不行 好啦我再讲一下好了 这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人 前总统马英九举手 有话有说 就是说讲到两岸 各位可能不知道 我们国家在 在1997年前 我们修改的现法 在我们的地域里面 我们的国家分两个部分 并叫台湾地区 并叫大陆地区 都是我们这个 中华民国 我不认为他是在宣誓什么 他就是在讲一个事实 只是后来就分家了 你们处理你们的 我们处理我们的 就是把话讲开了 大家都是大中华的人 蔡英文他这次的旅程 叫做民族伙伴共融之旅 怎么去到美国都没有人要见他 他用我们的钱出去旅行 这这样子 不然他到现在 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吗 跟马英九比起来 他有什么实质的帮助 不就是被人家笑吗 他再讲明白一点 马英九敢去大陆那边 讲说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人 重点是他在大陆那边讲 我在反观问一下蔡英文 你在自己的国家 怎么没很独立 民进党你在怎么嘴 你侧翼在怎么嘴 那些网红网绿在怎么嘴 人家马英九是在大陆的土地上 讲中华民国 还要怎么被矮化 反观蔡英文 你在所有民进党的那些 绿区的包围之下 却不敢喊台独 到底是谁矮化了谁 你认同我打三好不好 蔡英文过境美国纽约 却被质疑 遭到美方冷落 不但没有元首级的规格接待 白宫还说蔡英文是过客 连原本说 白宫说蔡英文是过客 买那么多武器 我们再怎么讲 也是VIP的客户吧 那时候是过客 散客啦 我们是散客啊 不用招待 真正到了美国以后 却连下了台的庞佩奥 都没有出席 带给美方十足的困扰 简单讲就是 美国就是怕大陆嘛 就那么简单而已啊 然后说看人家脸色 他就是怕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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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咧 怎么都不敢见人家 烫手山鱼啊 蔡英文现在变得蔡山鱼啦 你认同我打三好不好 有个人说 山鱼是蚝啊 是蚝啊 是蚝啊吗 烫手山鱼是蚝啊吗 蔡英文现在是菜蚝啊 蔡英文是菜蚝啊 他现在是一个很烫的蚝啊 老大很喜欢吃蚝啊 但是我不喜欢吃烫的山鱼啊 菜蚝啊 骨婆鱼是不是 你好 我是张老大 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来订阅哦 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 晚上十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 你觉得我很想吃烫枉啊 你会不要过来